在郭富城拿下金像奖之前 大家都叫他金像奖小李子 如今他拿了奖 大家又纷纷关心起和他一起入围的张学友 还有近两年来票房成绩惨淡的黎明 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有个人比他们更适合金像奖小李子的称号 他就是20年间提名十次最佳男主角 至今仍然没有获奖的成龙大哥 1971年以武行身份打进电影圈 以打不死闻名 同时又以邪区功夫 创造出了有别于其他武打明星的成龙风格 中国武术能推向全世界 除了李小龙之外 成龙也功不可没 截至2016年 成龙拍摄过50余部影片 全球票房已超200亿人民币 他的成功大家有目共睹 但身为香港娱乐圈骄傲的成龙 却始终没能拿下 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 其实我演技不错的 从1985年凭借电影《A计划》 第一次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开始 直至2005年 凭新警察故事获最佳男主角提名 成龙共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十次 其中1986年 更是凭借两部作品 双获最佳男主角提名 最终败给了演员郑泽氏 20年间十次提名 成龙颗粒无收 第三十三届金像奖颁奖礼上 成龙借着鼓励古天乐的机会 也半开玩笑地 向金像奖评委狠话 你们欠我一个影帝 我都没拿过男主角 我和你两个回去努力一下 好不好 我拍了53年电影了 跟上奖评委 想一下我 那么问题来了 成龙大哥为什么20年都拿不下一个金像影帝 难道是大哥没演技 已去世的著名作曲人黄瞻就曾说 成龙的演技被低估了 因为你几场闻想 比如你就算奇迹都是 你那场演讲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我不是几多个人做得到的 不是吧 其实十四金像奖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已经是对成龙演技的肯定 况且他曾成了两届金马影帝 你早就该得奖了 心爱的成龙 原来自己用心去演戏 真的是有人欣赏的 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开心了 第一次拿奖可以说是人家看见你拼命 就可怜你给了个奖 第二次再给我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 要说成龙大哥不够努力 那怎么可能 每次为了高度危险的动作 搞得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成龙大哥就成了中国版的小李子 其实电影圈似乎有个不太成文的潜规则 在各类电影节评奖当中 喜剧演员和动作演员的演技 常常被评审忽略 而不幸的是 成龙既是动作演员 又是喜剧演员 再来看看成龙大哥提名的这些角色 几乎都是警察角色 略显单一 而且都是为人善良 能打架能搞笑 关键时刻变身大英雄拯救所有人 更重要的是 这些电影大多火爆有余逻辑签罚 内容单调 更别提对人性的抛剪与分析了 当然不符合评委们的口味了 过去死给大爷看看 大爷 您让我怎么死 中枪死 准备 审霸 行不行大爷 这也才对嘛 换衣服 来 走 谢谢 这位大哥 你在哪儿学的戏啊 我没学过戏 你真是天才 你用点心做就行 我用点心 更可怕的是 二十年间 成龙夺冠之路上 遇到的基本上都是影帝专业户 周润发 郑泽氏 梁家辉 运气有时候也是个问题 也难怪 当刘嘉玲问及提名次数时 成龙把十次改成了四五次 足见他多年来的失落 最佳男主角呢 提名很多次都被发哥和葵仔 抢了 每一次我都撞到他们 我已经是失了信心 你提过多少次啊 我啊 大大话话都四五次了 你第六次就行了 每一次啊 你第六次就行了 我七十了 其实成龙大哥未曾没想过转型 因为比起想象 他更看重的是自己演技得到认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他已经在计划转型 可惜的是 电影公司为了打造成龙永远死不了的英雄形象 完全忽略了他对于演技的野心 错失了不少好职色 本来八王八经 张峰一的角色是我演 公司 徐峰啊 全部都讲好了 公司不给 就是不给我演 天台的月光 一个爱情片也不给我演 我跟李翰祥导演 讲好要拍楚霸王 公司又不给我演 因为楚霸王会死 我不能死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你看我拍的电影 没有的变的 就是A级化一级 A级化二级 最强一 最强二 警察故事一二三 都是这种 后来我那个公司干爸爸去世之后 我才开始转变去拍 你看大兵小将 让我第一次死 对于擅长文艺片拍摄的导演张艺谋 成龙更是求合作了好多年 而且必须是 洪高亮这样的文艺片 反正你说那种英雄 那种我就 他也叫我不要拍 这个你不要拍 跟他拍要拍一种 就是他的那种东西 特别的东西 他十几年以前就说 希望我也要有一次合作 我也就一直 郑重地答应 直到今天 我就是还 我自己很 没有对象成的 一直没有一个 发展出一个好的剧本 当成龙终于有机会 选择自己想拍的电影 也获得了好局色时 却依然差了点运气 比如他最后一次 提名影帝的电影 《心情查故事》 这部影片 可以说是成龙所有影片中 最具悲剧色彩的作品 他将以往的所有 灰气幽默全部抛开 用更多的情感戏 代替了动作 反倒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 这一次大哥 他的文字蛮多的 大哥有很多时间 都是自己演示 他也有蛮改变 自己的演示方法 那感人的场面 有时候不一定要哭 但是呢 有时候不感人的场面 反而你要哭 其实对我来讲 是蛮大一个挑战 你们是谁 出来啊 为什么 新警察故事 当年不但在票房上 获得了空前成功 对于人性和现代教育的 深刻揭露 更成为了成龙电影史上的 一次里程碑式的作品 运气不佳的是 当年功夫和2046 夺走了成龙的光芒 最终仍然在金像奖上败北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 成龙演技上的野心 他开始减少动作戏拍摄 更多的展示自己 被观众遗忘的演技 其实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 不管成龙拿不拿金像奖 对观众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成龙给观众带来的那些欢笑 还有他对电影的态度和精神 身为一个电影人 所拥有的社会责任感 对中国电影人走向世界 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无时无刻不感染着我们 我今天没有拿任何奖 人家不会说我的演技不好 讲象来讲 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鼓励 新闻的这些组合报导 好 好